元旦廉價民眾到台中 太陽派出所嫌採草莓 不遠處傳來 男子叫囂聲 圓景攔住貨車駕駛 要對方久測 啊 攔住 吹吹吹吹吹吹 男子輕輕吹氣 但吐氣量不足 遺氣根本無法取樣 你啊 你們表演都沒搞 你賣中斷啊 七七 我以為你 他看桌子了 七一人好像在奔中 圓景好言相勸 他卻轉身離開 這位老兄 你也知道自己吹了十幾次氣啊 玻璃石大人不只耐著性子 還輕輕拉起男子的右手 低頭吹氣 告訴他該怎麼做 就測過程 男子吐氣至少吹了二十幾次 都達不到取樣標準 聽到如果不配合 拒絕酒測會被罰十八萬 男子瞬間眼神變了 最後再吹一次氣 你酒測值0.70 出發公共危險 聽到酒測值0.7 開車經過這兒 泰安舊站老街 被巡邏中的交通警察發現怪異 我跟他會車啦 對 因為他就有點久了 從剛剛南塔之後不停 然後爬到這裡才停 圓景要他停車受檢 他卻又往前開了一百多公尺 最後才停在泰安派出所門口 從這裡遊客這麼多 要是他整個撞或什麼 他真的很危險 幸好你把他攔下來了 新年第一天就喝酒開車上路 幸好沒撞到人 酒測值0.7超過0.55 要被罰七萬四千元 原本的開心元旦 駕駛錢包完蛋 TVBS新聞陳淑賢紅採輪台中 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